大家好,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我是明鏡 我們首先來講一下習近平的前路面 打破了中南海政變的傳聞 黨媒報導的時候對於習近平大家吹捧 連加三個的新頭銜,外界分析 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可能會再次加封自己 接下來講一下 中共人大高官在二十大之前的敏感時刻發表文章 公然與習近平唱反調 我們最後來講一下 中共嚴苛的防疫清零政策 導致民怨四起,各地的民眾抗爭不斷,風雲湧現 忍生了十日的習近平,星期二在北京露面 破除了他遇到政變的傳聞 中共黨媒當日發文 當習近平連加了三個頭銜 為他引中共二十大連任造勢 習近平星期二率領高官參加執政十年主題展 這是他由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回到北京之後 時隔十日首次的公開露面 亦都破除了之前習近平被人軟禁這些傳言 同一日新華社發文,高調吹捧習近平 稱他是馬斯克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 並且吹捧他,是展現大黨大國領袖政治智慧 文章還說,習近平上台到現在的新時代十年 天年小康夢成為現實等等 中共二十大定在下個月登場 中共宣傳系統近期頻頻為習近平宣傳造勢 甚至稱習近平是領袖 這是繼中共黨魁毛澤東之後 中共官方近幾十年以來 首次對中共領導人用這樣的稱謂 很多觀察人士預計 二十大之後,習近平的地位很可能要比肩毛澤東 習可能甚至會修改黨章,讓自己去擔任黨的主席 黨的主席,比起黨的總書記 在形式上更加體驗絕對的權力 毛澤東曾經就是終身的黨主席 之後只是華國鋒和胡耀邦有過黨主席的頭銜 1982年之後,這個頭銜就再都沒有使用過 習近平上台之後就任中共總書記 強調的是一種集體領導 總書記按理來說,應該是跟其他政治局常委平起平坐 但習近平這個總書記 雖然沒有黨主席之名 但已經有了黨主席之實 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特平教授黃信賢表示 習近平上台之後 總書記的權力擴增,體驗了兩點 一個是所有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要跟他述職 另一個是對於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他有議事的決定權 這兩項的權力已經大到不得了 他認為這個基本上已經是過去黨主席的權力 現在是沒有黨主席的黨主席制 時事評論員張天亮認為 中共黨媒宣傳習近平是馬斯克主義的政治家 對於習近平歷史定位之高 是將習近平抬到他和毛澤東一樣的地位 習近平目前的職務主要有三個 黨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另外還擔任了十幾個領導小組的小組長 張天亮分析 現在加上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這三個高帽 總書記這個頭銜是插不住這些大帽的 只有黨的主席才配 在二十大之後 習近平可能會成為黨主席 而不是黨總書記 如果恢復黨主席制 就要修改中共的黨章 和中央委員會的條例 十九大修改黨章之後 對習近平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吹捧 為他的大權獨攬和獨裁統治 鎮定了所謂的合法性 習近平會不會修改二十大的黨章 將總書記制變成黨主席制 我們會持續關注 習近平因為強調嚴格清零 和追求共同富裕 被人批評就像文革2.0一樣 近日 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 主任委員何毅庭發文說 文革令中國遭受到重大的損失 是中共曾經犯下的戰略錯誤 這番言論引發了外界關注 何毅庭是習近平的陝西同鄉 長期在中南海智囊系統入面任職 此前習近平很多的重要講話 都是出自何毅庭之手 他號稱是習近平的文膽 2020年6月15日 習近平生日當日 何毅庭就曾經發文 吹捧習近平 可以和馬克思相提並論 今個星期一 何毅庭在黨媒《學習時報》裏面 發表文章指出 中共如果在戰略上出現偏差 出現失誤 後果將會是很嚴重的 付出的代價將會是很大 他指出 我們黨有過這個方面的慘痛教訓 例如說文化大革命 令黨、國家、人民 都遭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 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1966年去到1976年期間 毛澤東發動了長達10年的文革 期間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架錯案 包括上至國家主席 下至普通官員以及知識分子 很多人都是慘遭迫害而致死 今年 一方面中國經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另一個方面 封城清零引發的混亂和人道危機 也都令人不禁想起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文革 很多人已經開始用疫情文革 或者文革2.0 來描述這一場正在上演的政治運動 資深媒體人石山表示 說到這個文革啊 文革的後期 中國大陸的經濟其實已經是停滯了 崩潰了 官方的說法是 面臨崩潰的邊緣 毛澤東的文革 起因其實都是經濟失敗 就是50年代末的大躍進的失敗 現在的中國大陸其實都面臨著很大的經濟困境 情況也都非常不樂觀 曾經在中共體制裡擔任市級領導二十幾年的春生軍 在受訪的時候說 根據他的觀察 中共在黨內裡推行新一輪的批鬥運動 文革2.0正在超然進行 春生軍認為 文革2.0的第一步 是讓大家都不敢公開去提出不同的意見 目前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下一步就是現在進行著 不允許大家沉默不語 要開始寫個人的心得體會 要互相去批鬥 第三步就是要去整肅股掌不熱烈的人 不積極參與批鬥的人也會被人打壓 最後就是把大家混在籠裡面 剩下一個人在外面拿著把鑰匙 文革2.0只是一個手段 最終都是為了鞏固極權 各地疫情四起 中共嚴苛的清零封城這些防疫措施引發民怨 多地陸續爆發大規模抗議 近日深圳市多地因為疫情激發民眾抗議 9月25日晚上 挪回區採世界家園 爆發大規模抗議 要求當局立即解封 26日當日 福田區三美村 只是因為發現了一個確診病例 就再度實施證物管理 地鐵三美站停運 三美村的人員只可以入不可以出 當晚三美村上千的民眾聚集抗議 大叫解封 網傳的視頻顯示 當局出動了大批的警察鎮壓 警民之間爆發了衝突 多名的抗議民眾被捕 有很多人大叫警察打人 最終警方就強能驅散抗議的民眾 三美村村民小強說 由今年3月份起 反反覆覆不知道被封了多少次 從來都沒有停過 人都是要生活的 這樣隨便一封就是7天 所以引發了抗議 每日都有跳樓自殺的 媒體都沒有報出來 除了深圳 新疆多地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 9月25日 封控了接近50天的烏魯木齊皇家糧區 大批的民眾衝上街頭抗議 和防疫人員對詞交涉 民眾高叫 解封 要吃飯 一個中年男人跪在地上 對於防疫的大白哭訴 我們家裡又沒有吃的又沒有喝的 你們是不是要逼我們一家四口去跳樓 我們回去就跳樓 好 當地居民李先生告訴媒體聽 王家糧的居民大多數都是外來的打工人員 他們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 封控了接近50天 已經熬不下去了 李先生說 等我下樓的時候 已經開始了對詞了 場面很激烈 就是可以見到很多人 一層一層這樣 應該有成千個人 最後王家糧的居民通過抗爭解封了 這個也激烈了很多其他城市的民眾 新疆伊犁區很多的社區居民也紛紛抗議 目前不知道伊犁有多大的範圍獲得了解封 也有社區居民仍然在跟官員協商 女美學者作家不做來表示 老百姓不是被公知啟蒙 被思想家啟蒙 他們是被共產黨的底部幹部 這些號利、警察、成本啟蒙 被這些白衛兵啟蒙了、激怒了 對於這個政權產生了反感 然後總有一天 好像現在的伊朗那樣 老百姓去攻擊政權 九月中旬 伊朗的一個女孩 因為沒有帶好頭巾 遭到了宗教警察的逮捕 並且在拘留期間離期死亡 爆發了伊朗民眾的怒火 全國爆發示威抗議的浪潮 有中國網友驚呼 伊朗的天要光了嗎 我們還不如伊朗 好了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